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针对台南市议员邱莉莉建议开放永华市镇中心西侧广场占辟为停车场,市府秘书处回应表示,你评估永华市镇中心园区停车收费可行性,邱莉莉今天表示反对,她认为该做法并不妥当。 市府秘书处昨天表示,基于使用者付费的精神,该处客正规划永华市镇园区内停车收费的可行性及冲击评估,希望取得停车供需的正貌,以作为西侧广场是否批建为停车场及其规模之参考。 邱莉莉表示,市政府有洽工需求,本身极有公众性,在网络时代许多业务可透过无纸化及线上作业解决,还需请市市府洽工一定有其必然因素,市政府市工普办公场所所在地市机关用地,市民到市府洽工还需缴纳停车费,并不合理。 邱莉莉说,现在建筑规范都要求必须提供法定停车空间,市府这样大的机关,却不负停车供给责任难以说服市民对于停车管理的有效性。 秘书处可借重交通局的专业,引以如何透过停车场设备的管理方式,包括停车时间和车道出入口的栅栏设计,排除非洽工用途的私人长期占用。 所以即使秘书处只是打算透过收费了解真实停车供需,再评估是否开放西侧广场当停车场,但他认为该做法并不妥当,会让市民认为市府不私停车管理前就直接把问题转嫁给市民,恐会有负面。 观感秘书处应参考专业意见谨慎处理。